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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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好 早上好 好 歡迎來到2023年的第二次 李宗盛徊 李宗盛徊 今天這個李宗盛徊 李宗盛徊 李宗盛徊 非常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 兩天全天的特製 也就是說明天還不用過一天 明天還有一天餐 非常有趣 第二呢 他是我們 今推出的一個新 課程 總共十二個主題 一天六個主題 第一個上來說 他是一整套的 一些主題 從一開始 到最終最後 另外一邊去到哪裡 會有這樣的程度 那麼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今天的講師 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 有可能會上台 那麼 這一件事情呢 必須要追溯到 三個月前 那麼三個月前呢 在二月二號的時候 我以為新加坡 中部開幕 在開幕的當天 能夠參與的一些家民 也就是我們接近六百多位 非馬鈴隊 非馬鈴隊以上的一些領導人 當天能夠參與的那些非馬鈴隊 是當天 必須要培訓成為 並講師的一些 人 那麼當天 小弟我呢 就出這樣的十二個主題 雖然裡面 當時有些通工見了 不過 確實是講了十二個主題 那麼 台灣這十二個主題過後呢 在一個星期後 我們在世界各地 超過一百多場的培訓費 六百多個掌聲 喊著十二個主題 時刻必須要掌聲 今天要舉辦一場下的領導委訓會 看起來都已經不簡單了 更何況要培訓出來 當然吃飯都是一個問題了 因為人數太多 單單拍對 午餐都會拍到晚餐 是一個非常很難 執行的出的一個 叫做活動 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百多場 那是 很值得掌聲 那是不簡單的事情 而從這六百多個掌聲裡面 只談十二個主題 那麼從這六百多個掌聲裡面 我們經過了 無數個不睡覺的夜晚 選出了每一個主題的 講得最好的四個掌聲 那麼今天 這四十八位掌聲 十二個主題 四個講得最好的就是四十八位 今天也在場座前台 我們給他們一個掌聲 那麼這兩天的培訓會 這兩天的課程 就會從這四十八位裡面 挑選出 五月一號 剛剛過去的 他們的 所謂的四強的一個 正向 四強的課程 所以五月一號呢 當天我們也有八場的領袖培訓會 也就在兩個星期前 同時進行 那麼 從五月一號到今天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很多高層的人 也是連什麼睡覺 睡覺不在聽著 睡覺不在聽 有時聽到某一些聲音的時候 扭一下息 然後繼續聽 一直到 今天早上凌晨 兩點多 才有了一個結果 而那個結果呢 就是說 今天隨時 在 這麼多 非馬領隊 這麼多了不起的領導人裡面 脫穎而出 講得最好 講得最貼切的那個 所以你們幾乎期待 期待到想發動 不過今天我們 必須要能夠有這樣的 這個同理性 今天就算你知道你會談 你坐在這裡都非常的緊張 更何況再加上一種情況就是說 只是有可能你會談的情況 那種壓力是非常恐怖的 不過我知道 在這種很極端壓力之下 我們能夠提高我們的抗壓能量 可以賣相更靠近城東的一個大陸 所以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第一次選擇 我們要開始選擇 第一次選擇 第一次選擇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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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還沒賽跑出來 出來 出來見油反對 第一個選擇 配養養好的選擇太多 在還沒有進行場之前 讓我再借用這樣一點時間 來提醒大家 好不容易 今天好不容易 我們可以齊聚一堂 有些人千里挑戰 有些人掏夫棄子 付出很大的代價來到這裡 有可能 你參加過無數次的培訓會 你會覺得說 培訓會其實也沒有什麼 不過請保持頭腦開放 請保持頭腦開放 你有可能接下任何一個講師 他的某一句話 就可能改變你整個VV的成果 因為今天你要成功一個人 他不需要什麼場面打倒你 不需要 有些人因為兩個字他改變他整個人生 有可能因為一些 有些人他因為一首歌 改變整個人生 今天是兩天全天的課程 要是你還是空手而回的話 那麼你是有危機的 所以保持頭腦開放 去尋找那個力量 去尋找那一句話 然後想改變這些東西 好了 所以要有這樣的態度 這就是接下來下一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主題 它是第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培養良好的學生態度 要如何培養良好的學生態度 就 我就交給你 等一下過聖者的這個講師 我們來看 好 這個主題的 四位講的最好的 四強 老德入圍 名單之水 吳漢 魚尾系 客床 主題 培養良好的學生態度 入圍的友 TVP 陳飛鴻 新鮮 旅門 旅行 旅程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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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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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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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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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见跟观念 那今天我要再告诉你任何的东西 你已经装不下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 都听过这个故事 对吗 这就是所谓的空碑 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学习 你的头脑思想要保持百分之百的开头 你要打开眼 打开眼睛 认真的去看 你要打开耳朵认真的去听 今天接下来的这些课程 这六堂课程 还有明天的这六堂 总共十二堂的这个系统课程 才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帮助 所以这个空碑的心态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最重要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像海绵一样 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 通常故事就讲到这里 但是呢 站在老和尚身边 通常都有一个什么 小沙咪 那这个小沙咪 他就站在师父旁边 他就看着师父帮助了这个事业家 解决他心中的疑惑 然后呢 他就问着这个老和尚 他说 老和尚 师父 如果说我有了空碑啊 然后到底我里面 除了水以外我还可以装什么 然后呢 老和尚就看他这个小沙咪啊 他就他问了这个问题啊 他觉得很有趣 他说 这样子 你去厨房里面拿一个空碗来 他说拿一个空碗 好 他就拿一个空碗来 好 他说你再去拿一些核桃过来 他想说拿核桃干什么 他说你去拿就对了 好 他去拿核桃 他说你把这个核桃啊 装满这个碗 把它装满 然后结果 小沙咪就把这个核桃装满 他说满了吗 老和尚就问 他说满啊 他说满啊 好 那你再去拿一些白米过来 他就去拿了白米 然后再装 装上去 又把它再装满了 哎哟 他说 这个小沙咪觉得这里面有东西哦 真的还可以装得满 他说 你觉得装满了吗 这个碗 他说装满了 结果呢 他说你再去把水再拿过来 他就把水再倒进去 哎 一样可以装得满 都不会溢出来 这时候呢 老和尚又问小沙咪 你觉得这个碗装满了吗 他说满 又说没有满 他到底满跟不满 他不敢讲 他说啊 你再去拿一把盐 他把盐巴放进去 结果竟然也是融在水里面了 他说满了吗 小沙咪啊 不敢回来 他说 但是他心里想 真的是满了 应该没有再什么东西被放 他说是 他说好 我们重新再来一次 他把碗里面所有的东西倒出来 他说你现在把水倒上去 盐巴放进去 再来放白米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他说水就溢出来了 那更何况 那更何况如果要放核桃 更不可能 对吗 对 老和尚这时候就机会教育他了 他说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当你自己本身这个碗里面 你没有先把核桃放进去 你把他次序淹倒了 像这个碗里面是装不下这些东西的 同样的 他就问 你在你人生当中啊 你的内心里面 真正的核桃是什么 最重要的这个核桃到底是什么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你今天你在人生 走人生的这条道路上 你才不会本末导致啊 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 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刚刚有谈到 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啊 这个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这个核桃 你本身的学习态度如果对了 你今天做什么事情才是对的 如果你本身没有先确定好你 正确的学习态度的时候 接下来这些课程所交给你的 实际上 你能够听 你能够真正接受进来的 是非常有限 好 这个就是我刚谈到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最主要的一个一个关键 好 那我想问各位 你相信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相信 各位 我相信前排的领导人 应该是他相信了 因为他上过老门的课 可是后面的伙伴就不一定了 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人 他就到 银行去打劫 去抢劫 可是呢 他比较跟人家不一样 跟抢肥比较不一样是什么 他完全没有伪装 而且呢 提着这个手提袋 大大大的就走进了这个银行 他走到银行里面 走到柜台直接手提袋放上去 就 告诉那个柜台说 把这个现金全部给我装满 我是一个抢肥 他就全部把它装满 他又大大大的怎么样 提着这手提袋就出去了 而且所有的监视器 所有的 避路电视 全部全程都被拍到了 他完全毫无遮掩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恐惧跟紧张 然后结果他就很高兴 抢了钱 他就回家了 回去他的时候 他还得一点点离开 哇今天真的太成功了 结果呢 那个几个小时后啊 警察就早上了 当他发觉警察上门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怎么样 害怕 而且很惊恐 然后也满脸的疑惑 那时候他就想说 奇怪 为什么我会被警察找到呢 结果呢 当时他就 他就被逮捕了以后啊 他还问警察说 欸你们为什么找得到我 那个警察也是满脸疑惑啊 他觉得说 欸 为什么找不到你 他就把那个 他被摄摄像机啊 像那个 那个BU电视那个 全部给他看 你看 你从进银行 到抢劫 到离开 全程都被拍了一千二组 他说 怎么可能 他说 为什么不可能 他说 因为我涂了隐形水啊 他说 啊 你涂隐形水 对啊 我从那个网路的 那个什么 生活小知识里面 我有看到啊 柠檬汁啊 你沾棉棒啊 写在那个白纸上的时候 干掉以后 那个字会怎么样 他会不见掉 对吗 他不见掉啊 你必须要用火去烤他以后 他才会出现 那个褐色的字啊 所以我知道 柠檬汁就是隐形水啊 所以我就拿整桶的柠檬汁 往我的脸上涂满了柠檬汁啊 甚至我身上也浇了一些啊 我应该是 看不到的啊 结果那个 要逮捕他的这个警察 整个真的是 不知道要笑 还是要气 还是要哭啊 他说竟然有人 不知道这种程度啊 其实各位认为 这是一个故事 对吗 其实这是一个 真实的社会事件 它是发生在美国 所以后来 美国看爱的大学啊 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心理学教授啊 他们一个叫做大卫邓琳 一个叫做什么 贾斯丁克鲁格 两个教授呢 就对于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无知啊 都不知道自己无知的这个状态 叫认知的偏差 而做了一个 一个调查 结果就是所谓的 认为说 一个人 当他的这个自信 正常来讲 跟他所有的这个知识啊 应该是成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当你的认知越高 你的知识越高的时候 你的自信应该是越高嘛 正常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结果呢 他们发觉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取向 他说一般的人啊 人性是这样子的 当他稍微懂一点点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自信啊 就爆棚了 甚至于他可以自信到怎么样 这就是所谓的达克效应 他可以自信到 比专家更自信 所谓的自信爆棚 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谓 我们俗称的这个达克效应 他就说 当我们一个人啊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他其实 当你不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或是没有这样的知识 他的一个起点 其实是不知的 然后等到他稍微懂一点点的时候呢 他就会 进入到所谓的自信满满 就所谓的愚昧的状态 尤其各位 你注意看现在的 网继网络的时代 在网络上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追求知识是非常容易的 大部分人会这样觉得 所以他只要说 哎呦你要问一个什么问题 你就到去找那个 那个谷先生谷某讲 谷老师跟什么 有老师嘛 Google跟那个YouTube里面去 顾一下就知道了嘛 所以他就以为说 他什么都懂了 所以就会进入到所谓的 那个什么 愚昧之殿了 但是当他就 开始越懂越多的时候呢 他就发觉 哇我原来懂的不是那么多耶 然后他开始他的信心就会下降 降到什么程度呢 降到所谓的绝望之谷 这时候呢 他彻底自信心完全被瓦解掉 他原来他才知道说 哇我什么都不知道耶 然后他最后呢 随着他的知识的累积 他又会进入到所谓的掌握 可以掌握他自己 所懂的这个范围 可以进入到专家的这个领域 所以这个四个过程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所谓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刚刚开始 我就问大家 你相信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 知道自己不知道 就好像我们 我还记得 我们十二中年期的时候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叫做略知一二 你看那时候 其实我们历会来讲 我们已经是在 直销界里面 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可是呢 你看老板 他定的主题 叫做略知一二 就是说 我们只知道了一二而已 这么的谦虚啊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 早期的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很懂直销 尤其 当我自己本身 刚接触历会的时候 十一年前 刚接触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直销就是 把产品拿出去卖 然后换一点钱回来 这种买卖的行为 就是所谓的直销 你看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可以卖出去产品 我就好厉害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懂 直销就是 大概就是找人来参加会议啊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会议 我们去参加 然后分享这个产品啊 然后讲解奖心制度 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当我们经营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自己懂得起来那么少 尤其 在经过二月号那一天的课程以后 在准备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 原来我们懂得是这么的少 尤其在这十一年里面 比起像老板 他在这个行业已经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了 他都觉得说他在准备那课程的时候 他觉得他怎么懂得这么少 那何况是我们 所以我就发觉说 哇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是知道自己所知道的 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 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就怎么样 开始去把它运用 开始去把它做出来 就知道我们能够掌握的 就是第四个阶段呢 就到了一种所谓的不知道自己知道 已经说自己能够做的 已经好像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变成一种反射的一种行为 就好像在座的很多的大领导一样 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已经 其实就在直销业里面 他已经是表现了非常的一个出色 这就是我们立会 立会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过程 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这四个阶段 尤其在我们立会 也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在两千多年前 有个伟大的思想家 交易家在东方 就是我们的通老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真正的知识 是要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样 无知的一个程度 很多时候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 懂什么 不懂什么的时候呢 你如果能够知道说 自己原来有很多 你还不懂的 你才会想要怎么样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想要去突破去成长 然后同样的 在西方呢 也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叫苏格拉底 他曾经讲过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苏格拉底是什么人吗 他是等同是东方的孔老夫子 那刚刚的孔老夫子 在西方人的眼里面 他是这样的 他的著作啊 我们讲说 论语啊 西方人是这样讲 说半部论语都可以怎么样 治天下语 不用整部论语啊 以前我们读过论语嘛 有没有 所以他说半部论语 你只要懂半部论语 你就可以治天下语 何况 何况他 你如果懂他的整部著作呢 那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他都告诉我们说 他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呢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的伟大 就是这样 然后在几百年前呢 又有一个 那个戏曲家 就是萨斯比亚 他谈到说 无知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 但是有能力的人呢 又会变得怎么样 非常的谦虚谨慎 我真的有观察到 在我们立会这个环境里面 越成功的领导人 真的越坐在前排的 我就发觉 他们真的具身上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就是不但又谦虚 而且又很谨慎 做事情 没有什么所谓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人的一个特质嘛 然后同样的 在几十年前啊 有一个 我相当崇拜的一个 敬意之圣 日本的道生和福 他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唯有谦卑的领导人 能够创造出一个合作的团队 而且并使之导向一个和谐的 长远的成功 这个完全应征的我在立会所看到 我们这些 你看到很多大的团队跟组织 他们的领导人就是这样 非常的前悲有力 他不会认为说自己很厉害 你看靠我的能力 我可以带领这么多人 完全 跟我在其他的公司所看到的这些地方 特性完全不一样 所以立会为什么今天 能够在这么短短的这十多年的时间 能够超越这么多 在世界上这么多成功的这些小公司 真的要我们 为我们立会 给一个最热烈的一个掌声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怎么样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老板 他教导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学习态度 所以呢 我们我们讲 说啊 学习啊 如逆水行舟啊 不进则退 你要讲说学无止境 活到老要怎么样 学到了 而不是觉得说好 大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什么都不要学 我曾经举例啊 在在场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领导人 他以前啊 他在写 在老板在商台讲课的时候 说 诶要写 要有龟零的心态哦 这样子 各位还记得吗 然后他马上他就写 画一个乌龟 写一个零 这样 他叫龟零 结果你看看他现在 他不但听到龟零的时候 他中文也写得出 英文也写得出 可能现在他什么文都可以写得出啊 那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大领导 我们的 David 以前我们都是讲他的见证长大的 真的很感谢他 你看 他不断的去学习 因为 你自己以为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站在原点 实际上别人都在进步的过程 你是进步还是后退 你是前进还是后退 你就表示你一直都在后退了 人家在不断的在前进的过程 所以呢 你一看啊 我就讲 在水里的雨啊 各位有没有观察水里的雨 在我们台湾啊 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一个领导人 他就是小时候去观察水里面的雨 而成为我们的一代文人 你懂吗 他就是发觉 哦 原来 雨都是怎么样 逆流而上 他 他都要力争上游啊 要汇聚真心 你懂吗 他从以前就懂 雨就是懂的 立会的精神 力争上游 又要汇聚真心 然后 结果呢 他发觉雨一旦怎么样 顺流就怎么样 就表示这次雨快挂了 怎么样 我们的人生过程也是一样 你要不断的去怎么样 要去奋斗 然后要去挣扎 你今天的人生一定 一定 才可以怎么样 越来越成功嘛 这就是生命的道理 就是这样告诉我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真的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所以呢 我又想到了孔老父子讲 我很喜欢讲孔老父子 因为我是读古书的 所以我就想到孔老父子曾经讲过 他说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而好知者呢 不如怎么样 乐知者 这个是文言文 他的翻译是什么 就是说 当一个人知道学习的时候 他已经很棒 对吧 各位 你现在知道要来学习 你有没有很棒 你非常的棒 但是呢 你如果说有一个人啊 他是喜欢学习的 又比你这个知道学习的更棒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 他不但是喜欢学习而已 他是乐在学习 他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 他会在学习的过程 虽然学习的过程 辛苦不辛苦 我们要做两天 坦白讲 尤其前面48位 你们将心比心一下 好不好 我们 我们的心情啊 真的是悬在空中 我是比较属于幸运的那一个 不管有没有中 今天第一个主题讲完 我后面 还是很认真在学啊 我不会放弃 放弃任何意思 这个是一种 乐在其中的感觉吗 你今天如果能够懂得 乐在其中 其实你再怎么累 你都不会觉得辛苦 对吗 你看我们在打听立会的 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很辛苦 肯定很辛苦 可是你看这些 前排的这些领导人 你看他们就是乐在其中 他们面对每一次的挑战 每一次的挫折 他们从来 只是怎么样 告诉自己 one more run 是不是 我再来一次 我没有关系的 他们已经是乐在其中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句话讲 他说你不相信你拿刀啊 隔开他的血管 他流出来都是立会人的血 是吧 真的是这样子 来再给我们前排的所有领导人 一个追认 好 这个就是乐在学习的一个最重要 当然 我们讲啊 学习除了过程 我刚刚谈到的达克山 这个四个过程之外 有没有学习的步骤 肯定有的吗 我们学习是一定有步骤的 这步骤呢 很简单的 就是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叫做初步了解 第二个重复 第三个开始运用 第四个融会贯通 第五个再次加强 我想要现场的每一个一万个人 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来把这五个步骤 我们一起来复受 你知道吗 好 来 好 听我的口令啊 好 一二三 开始 初步了解 重复 乃死 应用 融会贯通 再次加强 来再一次 初步了解 重复 开始运用 融会贯通 再次加强 我们是不敢学老板说 请领导人上来讲一次了 那我就直接讲解一下 就是说初步了解 我在学救生这个过程 好 坦白讲 各位知道 我是担任志工的 好 其实 我还有另外的身份 就是游泳跟救生教练 好 那 各位知道说 游泳 这件事情啊 它不是本能 你懂吗 它是 你必须要通过学习才有技能 你随便把一个人丢到水里面去 它是会溺水的 因为它是没有 那个支点 就是没有可以站立的这个支点 它在水里面 它是完全是属于好像在空中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坦白讲 是很学习 而且我不是专业的 就是从小四五岁开始学习 不是的 好 我是从半路出讲 曾经小时候呢 差一点就是在河边溺水 刚好跟旁边我们邻居一个小哥哥把我拿住 否则因为我们去看人家钓鱼 就钓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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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太入省了 你知道那些河岸边就滑下去了 结果还好他一手把我抓住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 不啊 这个如果钓下去不得了 因为那时候根本不会 六七岁而已根本不会游泳 可是我的心里面就是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 把这个游泳这件事情学会 所以呢我就开始怎么样 想要去了解 人到底要在怎么 如何在水里面才能够 很安全的这里移动 就开始怎么样 翻阅很多的书籍 那你觉得看完书 你就到水里面去 你就会游了吗 肯定下去的时候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下去 就直接溺水了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去观察 人家是怎么样滑手 怎么样换气 怎么样蹬腿 怎么样把这个手脚的动作 身体的动作连接起来 慢慢慢慢 我就学习 就知道说我原来 是这样子慢慢可以 然后从可以蹬墙 开始滑手 然后能够踢腿 这样的过程慢慢 从三公尺五公尺 慢慢怎么样 才一路可以一直前进 这样子 到学会换气 欸才可以游的比较远一点 然后这个过程 因为终于有一天啦 让我让我学会了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怎么样 枯燥的 就是因为你不需要一直不断的 拿着浮板要去踢水 每天下水前就先去踢水 先踢一直踢 剛開始踢根本不會前進的 他會後退 而且你不可能到河裡面去學 你一定是先從游泳池開始 從淺的踢板開始 你會發覺奇怪 我的腿這樣子踢 怎麼不會前進還會後退呢 因為你的力量都是用相反的 你懂嗎 都抵消掉了 就是在那個過程不斷的去學習練習 然後打到那個兩個腿筋 是快要斷掉還是不會動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手也是一樣 怎麼滑怎麼滑 看人家滑起來很輕鬆 結果自己在那邊滑滑滑滑 用了老半天的力氣 用盡決定 還是不會前進 所以通常我們游泳 你踏下去已經喘了跟牛一樣 可是我看有些人 他會游泳的時候呢 哇他很輕鬆 像魚一樣 尤其好像游不累啊 我們就很羨慕他 結果呢 我們就還是一樣 不斷的在練習 所以在這個練習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從他開始的了解 然後到一直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所謂的重複 一定要重複 不斷的去做 在立會裡面也是一樣 你今天要把立會做好 你一開始 如果我們第一次啊 接觸到立會的產品的時候 領導人 你跟他講說 欸我很想要去 從事立會 到底要怎麼開始 早期我們的領袖都會這樣 跟我們講 他會丟一本OPP給我們 你先去把這16頁熟練再說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 是不是這樣開始 就是說 你要先把這16頁的OPP 你先學會談 所以以前早期啊 我那時候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先學會看圖說故事 我看著念 我先看著念 我不會講 沒關係 我就會看著這個 老闆寫這16頁 開始慢慢一個字一個字 然後呢 早期呢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呢 呃 在學習的OPP的過程 我聽燕豪談 聽歡雲談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 我要自己先談500次 我一定要重複不斷 因為 重複這件事情就是 複雜的事要怎麼樣 把它簡單化 簡單的事要怎麼樣 把它重複做 那重複的事要怎麼樣 要用心做 人家講啊 簡單的事重複做 你才會變成什麼 專家 然後 簡單的事 重複的是 你用心做 你才會成為真正的那個贏家 所以 我也是 想要成為贏家 所以我就會告訴我自己 當我聽人家談這個OPP的時候 我自己要不斷的去練習 一直重複不斷的去練習 那你學會了談 不管產品也好 制度也好 NDO也好 那時候 你談 你學會了 以後你要看 要怎麼做 你就要 開始去運用它 那你要去應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在哪裡應用 你不可能在紙上談邊嘛 是不是會這樣子 在課堂上這樣談 在會議裡面談完 你肯定是要怎麼樣 要到市場上去 要在你的組織裡面談 要在你的組織裡面談 不但你自己要會談 而且你還要怎麼樣 要如何去交會人家談 我們講做立會就是要學做交嘛 你自己來學了以後 你跟著做 做完以後呢 你還要懂得怎麼樣去把它交 交給別人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從我在學習游泳的過程 進入到所謂的救生 的這個領域 就是這樣 我不代表自己會 我還要能夠去幫助別人 也能夠 除了救他自己之外 救我們自己之外 還能夠去救別人 所以我經常講 游泳 會游泳不等於會救生 因為救生它是一種榮譽的 榮譽子 它是沒有錢的 你看那些我們在海邊 以前我去當救生員的時候 在海邊 我們那個消防局 他就給我一個65塊的雞腿便當 加上兩零水 我就要在海邊 曬太陽曬一整天 然後呢 有時候還要開著這個IRB 這個學習的過程 其實都是很難的 尤其開著那個橡皮艇 要去海上面去巡邏的時候 有時候你去跟他講 危險啊 尤其遇到那個年輕人 他根本不聽你講的 他覺得他很厲害 他是游泳冠軍 你懂嗎 可是他就不知道那個什麼 水火無情的道理 在海裡面 尤其在開放水魚園 我會從游泳進入到救生員 是因為當我有一次 聽到一個老師在講說 他去到澳洲的時候 連澳洲啊 他五歲就有救生員 五歲的小孩就會救生了 他會自己救自己 當浪來的時候 他要知道怎麼樣潛到海裡面 去抓住那個沙 不要被那個浪帶走 五歲的孩子就懂 可是當 因為我生長在台灣 台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 當時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從小的教育 沒有教我們游泳這堂課 我去到日本的時候才發現 人家日本小學生 兩歲三歲四歲五歲 每一個階段每個孩子都在教游泳 因為他們也是海島國家 他們游泳變成是一個基本的配備 基本的技能 他們從小就教每一個小學都有游泳池 我們台灣很奇怪 到大學每一個學校有游泳池 小學都沒有游泳池 剛好顛倒 所以當時我就意識到 哇 原來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有去上那個所謂的地震啊 火災的課程 就沒有水上救生的課程 所以那時候我就自己立志 我一定要把這個推廣全民救生 推廣在台灣這塊土地 當時我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 我算是半路出家 可是我就想要把這樣的事情做 當然後來的結果各位知道 就是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做到自己怎麼樣 貧病交加的過程 那個就不用講 各位去網路上就查得到了 幸好有立會 幸好有立會 今天我才能夠很完整的 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所以呢 開始運用 這個在運用的這個過程 裡面呢 你一定要實際上去做 你邊做邊學 邊學邊做邊修正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才會成長 而且你在運用的過程 我們經常講學以致用 各位 你今天來學 學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能夠用嘛 是嗎 然後為了能夠去用它 你才能夠贏啊 我們不是經常講說 來學習就是為了要贏在立會嘛 是啊 你要在立會能夠贏 你要先懂得怎麼去運用它 所以應用的這個過程 我們剛剛講 重複的這個過程呢 你裡面 你就會越來越能夠融會 貫通 去無存軍 透過領導人成功的經驗也好 或是我們自己失敗的經驗 然後呢 你去去無存軍 去抓到屬於你自己的節奏 然後呢 你就在配合上整個立會的這個整個大節奏以後 你就會發覺過我會變做越順越順 然後在這裡面去變化 尤其我剛剛談到的OPPR 真的 當時我們在談的時候 從看圖說故事 然後談五百次 談一千次以後 你越談越熟練以後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領導人喔 他們已經在談這種OPPR NPO真的是談到如火純氣了 他可以從前面往後談 他可以從後面往前談 他可以從中間往兩邊談 他隨便談前面兩頁停下成交了 這個就是什麼 他真正融會貫通 然後再進入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再次加強的時候 你要再加強 你覺得你已經做得到了 就停止了嗎 我剛剛講學習如溺水行走 不可能停下來 你覺得我們知道籃球之神是誰 就是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你覺得他成神以後 他是每天坐在家裡看人家打籃球 還是坐在觀眾席家看人家打籃球 還是他會 平常就會自己每天投五百個五千個籃球 他每天還是不斷的去訓練他自己 而且要求的比任何人都高 就好像我經常講 在我心目中 這些前排的這些領導人 裡面有所謂的半神 已經進入到不是人 是神 進入半神的階段 然後到進入到神的階段 就像這些飛馬九集華這樣 在我心目中就是神 神一般的存在 你覺得他成神以後 他坐在那邊不動嗎 你覺得是這樣嗎 你想 如果今天我們知道要學習 我們喜好學習 我們熱在學習 同樣的 如果這些所謂的 我們的這些大領導 就好像教授一樣 他同樣每天 努力學習八個小時 而我們 而你我 我們還沒有真正成神的人 我們還是學生 我們也是努力八個小時 你覺得你要用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超越這些 所謂的神級的人物 這些教授 所以我經常講 如果教授能夠每天 他還在努力學八個小時 而你是一個學生 你也只學八個小時 你是永遠追不到的 這個就是 立會領導人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這裡 我經常說 這些領導人 真的是 講變態好像不太對 但是真的很恐怖 他明明已經做到這麼好了 然後你又看他 又好像沒有要停下來的樣子 我就這樣想 他為什麼不睡覺一下呢 他為什麼不偷懶一下 他偷懶一下 我還可以從半夜 稍微追一下 結果他們半夜不睡覺 你在睡覺 所以你坐後面 他們不睡覺 坐前面 沒有啦 我們還是要睡覺 還是要睡覺 睡覺很重要 還是要休息一下 真的 這個是最恐怖的 但是 在這種高壓的團隊裡面 你又會覺得 哇 那種 我不會講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 我就喜歡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因為他會讓我怎麼樣 不斷去追求著遠 所以我想要再去努力 再去加強我自己本身 然後一直重複著這個學習的五個步驟 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我們很關鍵的 學習的五個步驟 當然 我們講 在學習的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要 看書嘛 什麼 還是聽書嘛 你現在在聽著 就好像在看一本書一樣 人家說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教授就是這樣跟我們講 他說 你一定要不要隨便放棄任何一場 這種演講 所以我們很習慣 中午如果沒有課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著便當 然後去看哪一間教室呢 有請教授或是名人來講課 然後我們就一邊吃著便當 有沒有 一邊聽那個什麼 聽著那個台上的這些演講者在演講 為什麼呢 當然這個很不禮貌 可是因為我們學生就是只有一個小時 可以給我們吃飯 所以我就一邊吃飯 一邊在聽著演講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演講者 他可能他準備了這一個小時的課程 可能是用了他十年二十年的功力 畢生的功力都在這裡面 你不認真的在這個一個小時 趕快去吸收 你要趁什麼時候呢 是嗎 就好像你在學校學習的過程 以前學習的重點就是 商科要認真聽課 因為老師肯定是講的都是重點 或者你去下課你自己在讀 你又要花幾個小時 這就是一個關鍵 所以書本也是一樣 他就是這個作者 他本身 他會把他自己的人生經驗閱歷 他一些正確的觀念 記錄在這個書本裡面 所以書一定要看 老闆說我們一定要看書 尤其要求我們這些領導人 要經常的去閱讀 最好每天都有看書的一個習慣 你看所有成功的領導人 不管今天世界首富馬斯克 你知道他在十五歲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把整個圖書館幾萬冊的書 全部讀完了 他到現在每一天平均 他說他一天都還讀兩到三本書 他讀書非常快 就跟老闆這樣一跳 他可以這樣讀讀讀 甚至有時候讀到怎麼樣 像都忘記已經天亮 那個是很恐怖的 就跟我講的 如果教授每天學習超過八個小時 而你我只是學生的時候 你要什麼時間你才追得到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自己 要能夠好好的去審視的 所以書本 而且書最好 以前我就是有個壞行 我喜歡去讀書版借書 因為可能那時候沒有什麼經濟條件 都覺得借書不要花錢 然後看完 可是你看完以後真的 你又要再想要再看那本書 又必須要怎麼樣 又跑到竹竹板 有時候又被人家借走 你知道嗎 因為好的書人家會搶著借 所以呢 變成書啊 最好是怎麼樣 要自己購買 因為為什麼要自己購買 考一下 為什麼要購買 因為書不只會讀一次 對嗎 你可能有時候 你突然想到 我今天要去分享一個主題 或是說我想要談一個會議 這時候啊 你可能會因為某一本書啊 你看到的時候 你把它拿出來看 尤其現在我要介紹的 這八達類的書 這是老闆開出來的書單 因為我沒有他那麼厲害 你先把這85本先讀完可以嗎 我可以保證 這邊在場 沒有一個 應該是沒有人 可以把這85本現在就讀完了 但是這些書真的 尤其這直銷類的書 我們是做什麼行業的 直銷嗎 各位知道我們是做直銷的嗎 是齁 這直銷類的書啊 坦白講 我也很慚愧 因為我也還沒完全讀完 不管是副報 這個我有讀過 誰動的我 這個 複製貓營運101這個 這一些 這個成功發佈 哇 這個對我印象很大 直銷的發展史 我也還沒讀過 還沒讀過 就做到飛馬五二完了 那這邊 還有人還沒讀過 已經久了 已經吃完了 你看 太誇張了 你看立會喔 光是談台度15年 就已經造就這樣的一個規模 如果把這些書 全部給我們 融會貫通進去 你看 我們很快真的是天下無敵啊 是嗎 神來砍神對不對 魔來砍魔 這樣那種感覺 好不好 光是一個態度耶 我們立會已經做到這種規模 如果真的讓我們懂這些知識的時候 那還得了耶 真的會不會感覺有如虎添翼的感覺 我聽 聽說是 他們在其他的公司 這些領導人啊 他會針對你所需要的 而給你這些書啊 然後 欸 來你去讀這本書 你去讀這本書耶 我看我們好像 我們立會的領導人 驗豪以前從來沒拿什麼書給我看 對不對 他就跟我說 好好做啊 周大哥 我說好是 對不對 可以是這樣的 沒有讀書 沒有我很喜歡看書啊 這是紫銷類的 再來就是管理類的 因為我們除了是領導 其實管理又是另外一種層次 因為領導人啊 他是專門是看目標給死命的 是嗎 可是 你要衝的這個過程 欸 我常講啊 激情容易啊 恩情困難 你懂嗎 你你你你熱血沸騰的 這個 不然人一直在聖上仙珠一直燃燒 人會死掉了 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懂得去管理 所以這管理類的書 讓自己如何成為一個什麼 有效的一個 有成效的一個管理人啊 這個阿米巴基 經營啊 一分鐘經營 這些 每一本我都覺得 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 前一陣子才剛讀完 這裡面齁 這個 這個作者所談到的 這個七個習慣 真的很符合我們在立會 但是後來我發覺 不管從主動積極以中為止啊 要是第一一直到不斷更新 這七個習慣裡面齁 其實如果你沒有 這七個習慣 我告訴你一個第八個習慣 好不好 各位要不要選 要不要 就是你要常來立會的會議啊 就是你要常來立會的會議啊 要變成你的第八個習慣 你跟就對了 知道嗎 前面七個習慣沒有沒關係 就第八個習慣講好一點 好來 思維方式 哇 百萬富翁的思維密碼 哇 聽到這個你有沒有想買來看 還是你很想看 你為什麼是寵人 對 對 以前我可能會看這一本 為什麼我是窮的 對 這個每一個 思考自負啊 這個都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閱讀過了 再來就是自我提升 你一定要懂得自我怎樣 路都不會多還想成功 你看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真的是有人這樣寫 再來就是 評銷類 要怎麼樣去營運啊 行銷 這個銷售的這個基本的 這個都是很專業的 好 再來就是溝通 這個是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款 好再來 心理 心理類 因為還好我以前 讀書的時候啊 也是專門修過心理學 所以這些書基本上 都有買來看過 好這個很重要 因為人往往是這個 心理的因素 怎麼樣 去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身心啊 是互相影響 好 再來 最後 五點類的 這六本 剛好都有讀過了 我就是從後面讀到前面的人 所以有時候講話怪怪的 有些人 好像不太像 現代人 這樣子 因為這個其實 你看喔 很多時候啊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這些 各國的這些 這些領導人 我們講 有時候早上講的話 到晚上 就被人家否定掉了 可是這每一本書 都是幾百年幾千年 他可以穿越時間空間 從三千年前講的話 到現在還可以科學驗證 你看這些 這些人 是不是都很有智慧啊 真的是 就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所以這八十五本書啊 八大類的書 各位 真的 我們一定要先 最少要買回來看 先買回來擺 老闆交代說 不要貼 只有貼 密集 這樣是不好的 書房裡面真的 去訂幾個書櫃 把書都買好這樣 可以嗎 我們一起努力啦 好 當然 最後啊 我講到說啊 我們講到說 要去培養一個良好的學習態度 是為了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 能夠讓我們能夠 人生越來越走向抗裝大道 但是我們要認清楚的是什麼 認清楚的現在的社會的這個型態 我們經常講 之前我們經常講說 現在是一個M型化的社會 各位有沒有聽過 M型化 就是有錢沒錢這樣 可是 後來呢 這幾年我有聽到 其實它不是M型化 它已經變成L型了 為什麼 這整個社會 整個地球啊 世界啊 都已經變成L型了 只有怎麼樣 只有這些 這些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引領的這百分之八十的 這個群眾 為什麼會變這樣 所有的 你看喔 現在的社會真的 你不管是 尤其在疫情後 你有發覺 越來越明顯 我們講這個貧富差跡越來越大 能夠真正 擁有消費力 跟生產力的 就是這百分之二十的 所以呢 有一個學者 他就講過這樣的一句話 我們俗稱馬太效應 他說現在的這個社會 他發覺 他發覺 強者越強 弱者 越弱 而 贏 贏的人呢 很全難 這叫做馬太效應 這個叫做 羅伯特 這個莫頓所提出來 在幾十年前提出來 這就印證了現在的社會的一個心態 你如果不把自己成為那個強者 你是完全輸到完了 你只能認人宅哥 你不要念天友人 你不要怪你祖上的風水不好 你不要怪你自己的出生 這個是於是無辜的 而且不是只有他這樣講 幾千年的什麼 老子啊 在《道德經》裡面就講出了這樣的一句 兩句話 他說啊 天之道 損有餘 而不足啊 人之道是什麼 就是損不足以奉有餘啊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老天年的道理是 他會節償補短 他是慈悲的嘛 老天也是公平的嘛 他說哇 這個比較不夠 我把這個多的呢 來這邊 讓他平衡一下 這是老天的道理 他很公平 不過 很不好意思 他的第二句話講的 人間界的道理是什麼 就是 他損不足以奉有餘 就是 你不夠是嗎 我就一腳幫你插下去 讓你更慘 為什麼 他把你所有的全部拿去點那些 有的人 就是強者 就是變成 這個就是一個強人的世界 你如果不讓自己成為那個真正的強者 你在這個社會上已經沒辦法生存了 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 幾千年的老子就已經講出這個道理了 你要怎麼辦 各位 尤其是我們坐在後面的夥伴們 你們要怎麼辦 很緊張耶 人生短短幾十年 扣掉年少不懂事 年老又不能做事 你就剩下這二三十年 你要怎麼辦 你看 有沒有方法 你到底應該想 我有沒有方法 能夠翻轉我的人生 從谷底翻身 各位 你要不要知道 沒有 要不要知道 沒有 後面的要不要知道 沒有 哦 這樣你真的想知道 齁 要不要學方法 好 就是你必須要怎麼樣 至少贏一次啊 你的人生至少要贏那麼一次 對 對 你才能夠真正的翻轉你的人生啊 老闆曾經談過一個生命的道理啊 生命的起源是什麼 就是曾經你就是那個冠軍啊 你就是在幾十年前 你就是成為那個冠軍 你今天才可以坐在這裡 對嗎 對 可是 曾經的冠軍在哪裡啊 你已經被這個現實生活裡面消磨到一點 志氣都沒有了 你自怨自哀自怜 你只會怨天有人 所以 你才會一直成為那個失敗者 可是你可不可以 再重新成為那個冠軍呢 可以 現在有一個機會 既然你已經知道答案 我至少要贏一次 而這一次的機會在哪裡 就在立會 就在立會 我今天的分享 但是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